鬍子的背景開始有點亂了 我其實不只背景開始有點亂了 我整個工作室都開始有點亂了 那畢竟我一個人在這邊做這種亂七八糟的實驗嘛 然後平常又沒有太多時間去整理這些內部 所以就慢慢的慢慢的就整個都越來越亂了 我相信其他很多YouTuber的工作室應該也都是這樣子啦 就平常沒有太多時間整理 然後東西都越多越多 每次拍完片可能也不一定有時間立刻搶付 結果就這樣子慢慢慢慢就整個都亂七八糟的了 啊... 其實我是一個還蠻愛乾淨 喜歡事情都整整齊齊有條有理的人耶 所以其實這麼亂我看來也是有點不太舒服 好吧 那我們就來整理一下吧 喔 這樣子看起來應該就沒有那麼亂了吧 後面這個背景墻增加到兩面 然後放工具的那個木架子移到兩邊的螢幕外面去 這樣子看起來應該就比較整齊一點吧 有什麼啊 各位我是胡志 今天我要來開箱這個東西 又是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的 哼... 他號稱說你只要一直使用這個東西 天天練天天練 練到之後你就可以擁有跟拳擊手一樣的動態勢力跟協調性 沒錯 講到這裡應該有人知道我今天要開箱了什麼東西了 欸 將將 這個就是極限彈力什麼全球什麼 極限...極限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全方面極限拳擊回力球 哇 這個名字聽起來真帥氣啊 聽說我這個東西是很多拳擊手都會拿來 鍛鍊自己的敏捷性跟協調性用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打開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吧 OK 這個打開了之後咧 就看到一個...這個應該是頭袋之類的東西吧 還有一個附著彈力線的彈力球 喔 不得不說這個彈力球 味道聞起來真的是不怎麼樣 感覺是那種劣質的橡膠 嗯 算啦 這個一個不用你百塊的東西不要要求太多 好 看起來這個是要自己把它綁在上面喔 那我們就把它綁起來 好 那我們今天就把它帶在頭上 喔 這個袋子的味道也是...不太舒服啊 這個真的可以這樣子把它帶在肌膚上嗎 我明天這裡會不會整個直接過敏啊 應該是不會吧 戴起來 然後照那個影片裡面的玩法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打 這樣子打 吼吼吼吼吼 欸 沒用想像這麼簡單欸 是這樣子打 喔 小嫂 打出去 不是",收拳的時候會否已經這個繩子勾到啊 ínえ튼珊,哪裡不對吧 我來看看 等等這太難了吧 哇 網路上影片那些人 這樣一堅持打一直打耶 不行我一定要找出方法 很尖尾都晉空了 我們就試著來練習一下這個人到底要怎麼打 打...打 打...答...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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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好可怕喔 這個打出去它彈回來的時候 感覺就好像有人拿一顆球 這樣從頭上你臉上這樣K過來 嗚嗚嗚 好可怕 來 試試看 嗚嗚嗚嗚嗚 欸 我抓到藥鈴了欸 我還蠻厲害 我感覺這個藥鈴就是你在出拳的時候 因為人的拳頭前面這邊是平的 如果你直直的打到這個球的話 它就會直直的被你打出去 然後就會很好打 因為這樣直直的打 但是如果你歪掉 你打到這邊 打到這邊 打到上面的話 球就會飛掉 然後球飛掉的話 因為它是圓的嘛 它回來的時候也會這樣亂轉 然後就整個軌跡都亂掉 哇 所以這個是真的可以訓練到的欸 好 那不然我們再來練習一下看 最多能打多少次 被重擊 不過還好啦 這個球畢竟蠻軟的 直接重擊到身體也不太會痛 嗚嗚嗚嗚嗚 等一下 重擊到身體不會痛 但是重擊到眼鏡會痛 眼鏡先放旁邊 好 我們接下來練習看看 好 看起來 這個東西比我想像中的還好玩耶 哇 我覺得我好強喔 看來這個東西真的是需要一點體育神經的 哇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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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超順 玩得超順 哇 哇 大球 大力 噗 噗 等一下 這個不能打太大力 這個如果打得很大力的話 但回來的力量也會非常大 所以各位在玩的時候 可以獅子眼能力 決定出拳的速度跟力量 哇 喔 欸 欸 我覺得我真的滿強的耶 揮空的時候 那個球就會直接從我身體 這樣子飛過去 超可怕的啦 這個不只可以訓練 手腳節奏度跟敏捷度 還可以訓練膽量耶 卡住了 哎咻 哎咻 哇 哇 哇 嗚呼 越打越快 越打越嗨 那個速度就越來越快 感覺好像真的有人拿拳 都在打你嘛 我是不是講到噴口水了 我發現用單手比較簡單耶 有沒有 我單手去 有 可惡 才剛說完 我剛剛用單手 我剛剛用右手這樣打 打了快20下耶 再一次 1 3 4 23 24 25 26 欸 對不對 欸欸欸欸 喔喔喔喔 我手超紅欸 說來慚愧喔 我本來以為這個東西 就只是另外一個 FB的垃圾廣告而已 我都已經做好被騙了心理 準備把它買來了 你知道嗎 結果居然出意料的好玩 你們看我剛剛一開始玩的時候 其實不太順手 但是打到後來 已經慢慢可以習慣那個節奏了有沒有 代表這個東西 真的是可以練到你的手腦協調度 跟敏捷性的 而且你們看 看到嗎 這樣子不曉得看不看出來 我在這個房間裡面 這樣子玩了20分鐘 我已經汗流加倍了耶 所以這個其實 應該真的也是有點運動量的 哇這個東西 真的是出意料的好玩耶 好啦 那這個東西咧 在FB的廣告上面賣一組是 100塊左右吧 不過說老實話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可以自己做耶 齁 這個全方面極限拳擊回地球 說到底 就只是一條頭帶 加上一條彈力繩 加上一顆彈力球而已嘛 那感覺這三個部件 其實我們都可以用身邊就拿到東西來做啊 所以今天我們開箱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來試著自己做一個出來吧 首先這個頭帶的部分 這個材質看起來 我記得我在五金行裡面有看到過 不過我忘了那個名字叫什麼 如果你們有在五金行看到的話 可以買一條回來 然後製成適當的長度 接著再用魔鬼毡把它黏 或者是縫在後面這邊 這樣就可以固定起來了啦 不過現在我身邊沒有這種袋子怎麼辦 嘿嘿 沒關係 嘿 我有同軍繩 那我們就把同軍繩這樣子繞兩圈 哇 這樣看起來可以喔 而且感覺超帥的 很像以前那種流浪的劍客有沒有 那接下來要處理的部分叫做這個彈力繩 這種彈力繩看起來也是可以在五金行這買得到 不過還是一樣 我現在手邊沒有 還要說去五金浪賣 太浪費時間太二費錢了 我們用現成的東西來做 有看我之前影片的人應該會知道 這一大袋橡皮筋 我之前是拿來做什麼用的 沒錯 我眼都還溜著 那既然這次要做彈力繩 當然是用橡皮筋來串啊 只要把兩條橡皮筋這樣子套進去 然後 凹起來 再拿另外一條 套進去 凹起來 這樣子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最後就可以得到一條很長的彈力繩了 好那既然彈力繩的方案也搞定了 接下來就是要做球的方案 那球的話 我本來是打算用我當成 乾兵火箭炮的炮彈的那顆軟式棒球來做 可是非常不巧喔 我那個球放在家裡 所以我們就 現場做一顆出來吧 好各位家裡應該都有這種 廣告單啊 或者報紙啊 廢紙啊 總之就是各種廢棄的紙類 那一般來說 這種紙類我們就是直接回收 或者是直接丟掉 但是你知道 其實我們小時候沒有什麼零用錢啦 所以就會自己拿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做成玩具 像這種廢紙 我們最習慣的利用方式就是這樣子 把它揉成一團 然後再拿另外一張 把它蓋在上面 再揉 然後在揉的時候 記得要加壓 把它壓得很緊 哇 這樣子揉一揉 你們有沒有回來想起 我以前做過的另外一個東西 大家在躺在哪裡 大家 沒錯 這個做法 就跟我在做旅球的時候差不多 就是這樣一層一層 這樣子把它揉起來 YES YES 好像也是一層一層 裹起來 裹成一個球了之後 再用膠帶 把它這樣子 YES 把它整個都密封起來 嘿 就變成一個紙球了 OK 這樣子一顆紙棒球就完成了 好 那接下來只要把這顆紙棒球 跟我投上的這個銅韻繩 用橡皮筋串成個彈力繩連在一起 一個G家型的全方位極限 拳擊回地球就完成啦 好 那接下來 串這個橡皮筋的過程 可能會有點冗長喔 那我們就來聽個音樂吧 完成 哈哈 雖然看起來羊唇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用吧 好 那我們就立刻來試試看吧 好 我們就馬上來把它帶起來 感覺好像也不錯耶 哈哈 看來我這次這個土砲的全方位極限拳擊回地球 這個名字真是有夠難念的 好 總之就是我這次土砲這個東西 感覺應該會成功 好 一顆來試試看 好來 開始測試 第一拳 欸 這個感覺速度比我剛剛那個還要快很多耶 好 所以看來不能用棒的玩玩的心態 我要直接跟他決鬥了 開始 欸 欸 完全可以耶 超棒的 用手邊的東西可以直接做出一個這種玩具 不過感覺有一點微妙 就是跟剛剛那顆打起來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我再打一陣子感覺看看 喔 喔 喔 啊 一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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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 我知道這個跟另外那種球的差別在哪裡了 基本上咧 這兩個球 重量雖然差不多 但是因為密度的關係 這顆的體積就小很多 而且畢竟這個橡膠雖然有點劣質 但是它還算是還蠻有彈性的 所以在打的時候它的打擊感比較好 那這種廢紙加上塑膠袋 在做成這個球咧 因為它整個體積比較大 雖然感覺好像比較容易打中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在打這個球的時候 不只是要打中 更重要的是要打到球的中心 所以這個球這麼大一顆 在打的時候很容易 不小心打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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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不容易打到球的中心 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那顆小小的 你就只要把它瞄在中間 然後拳頭可以完全蓋住 但是這顆這麼大 只要稍微往上偏一點 或者是往旁邊偏一點 那就開始亂調 然後再來 第二個關鍵性的差異 是這個彈力繩 這一條彈力繩 它很細 很輕 但是這一條 橡皮筋串成的彈力繩 它很粗 而且有重量 加上剛剛我說到 這個在打的時候 因為會打偏嘛 所以這個球基本上 它就已經會亂轉了 再加上這個繩子的重量 所以它回來的時候 基本上完全都是晃的 不會像這顆這樣直來直去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這一條彈力繩 是用兩股橡皮筋做成的 所以它的彈力 基本上還蠻強的 所以整個出手的節奏 變得非常快 很難抓 哇 所以看來 這個自製的全方位 全極極限 極限 全極 算了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啦 基本上這個自製的這一款 還算是能用 但是沒有說非常好用 不過其實我覺得 這個還有改良的空間耶 因為基本上這個球 還有這個彈力繩 都是身邊隨便都可以拿到的東西 如果你們在家裡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著用別的材質 來做做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如果不斷嘗試各種組合的話 最後應該可以做出非常非常接近 這種原版的品質的東西 那當然我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是不是原版啦 我覺得應該不是 不然 不然應該不會那麼臭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胡麥海開喔 還是沒有胡思亂搞了一下 那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不貴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 作為一個運動玩具 買一個在家裡回來 沒事在那邊打兩下的話 也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如果是小孩子 或者是有戴眼鏡的人 在操作這個玩具的時候 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畢竟你看這個 這個畢竟還算是有重量的 這個雖然打到不會說很痛啦 但是如果打到眼鏡 或者是隱形眼鏡之類的東西 如果破掉 插到眼睛裡 還是會有危險性的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是這樣子 一樣 這個東西的名字 我會放在底下 說明來那邊 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去Google 不要再跟我要連結了 我沒有幫他業配好嗎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喜歡我的領域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 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可以點旁邊一些小方方 我是胡子 這是吳高如小子的字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好